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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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西红柿里面 第一维他命E和D 还有C都有 而且西红柿可以帮助男人 去除前列腺 而且呢 可以让你的细胞 健康的成长 它会促进血液循环 而且会消除人的疲劳 所以每天早上一个西红柿的话 这个人对男人来讲 会助阳 就是说人会有阳刚之气 对对对 这是天上的东西 还有就是那个晚上的 能够喝一碗那个大豆的汤 大豆啊 各种豆 各种豆类 各种各种豆类 晚上你睡觉之前 又不吃了饱 汤喝下卷 你睡觉 你这身体 促进你新陈代谢 而且让你返老还童 头发都会砸 师傅 师傅是不是 我们平常晚上都是喝粥 就是大豆 黑豆 小麦 玉米 什么就是各种的都都都一块熬 这种是这种套 对对对对 非常好的 就这玉米 玉米是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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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多吃番茄 那师傅 那番茄也是天上带给我们人 盯到很好的一个营养 对呀 对呀 你看看它是个果实啊 它这种红的 你记住了 红的颜色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对人体的营养必要成分 是非常厉害的 你看红颜色的东西 红苹果啊 对不对啊 红的那个西红柿啊 还有红的颜色的这些水果啊 对对对人体的营养都非常厉害的 你看你看东南亚一个火龙果啊 火龙果 火龙果 火龙果补钙啊 补骨头啊 然后呢补你的筋络呀 畅通啊 哎很厉害的 罗兴早就是有些人经常吃荤的吃肉的 你去看它全是绿色产品啊 绿色产品就是自然的呀 因为我呢 因为师父吃了几十年的树了嘛 你看啊 我有一阵子 我也是啊 眼睛啊 视力也不是太好 有时候呢 觉得很疲劳 结果菩萨晚上就跟我讲 叫我吃 那个 螺旋枣 螺旋枣 本来我也都不太知道这个 这个东西的 结果后来菩萨叫我吃螺旋枣的 就这样 所以我就赶快告诉你们了 吃素的人吃点螺旋枣的话 会对他自己的各种维他命啊 维生素啊都会有补充的 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科学家做过个实践 同样两个老人 同样的智商 当时测量的智商都差不多 后来一个吃软磷子 一个不吃软磷子 一个就慢慢慢慢变得记忆力衰退 身体各方面都不行 脑子不行 看报纸不行 看电视不行 还有一个老人家 看报纸记忆力各方面都在进步 那就是因为吃了软磷子和不吃软磷子 你说脑子好 你当然身体也好了